法谷山社大在今天在三职的办公处举办《飞来幸福》 汇聚三职的咖啡以及术写班的体验 期待借由体验班的活动 要让更多在地妇女或是新住民朋友知道 法谷山社大开设的多元课程 也透过体验能够帮助他们找到不一样的兴趣发展 以及专业能力的养成 法谷山社大为了要协助地方长辈妇女 以及新住民朋友能够找到地的专长 培养生活兴趣 今天在三职办公处举办《飞来幸福》 汇聚三职的咖啡与速写班体验 既有一个上午的体验班活动 让更多在地的妇女与居民知道 法谷山社大开设的多元课程 也期待透过体验能够帮助在地的朋友们 找到不一样的兴趣发展 那因为我们希望就是把我们的课程 能够延伸到三四地区 然后让更多的民众知道说 法谷山有在北海市区有办了非常多的课程 那在三四地区这一期我们主要是以辅导 就是新住民的一个创业的课程为主 那主要就是说让一些像新住民朋友 他们如果对于就是说要开一个小型的一个咖啡店 还是说像有时候他们可能都很会做一些点心 那他们就可以结合这个咖啡跟手摇饮料的部分 然后做一个简单的微型创业 懂得喝咖啡难不难 不简单 但是不困难 那只要各位有兴趣的话 其实都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来品一杯咖啡 那其实喝到你自己喜欢的咖啡 这件很幸福的事情 这个东西再挂这个东西 那你就会有产生不同样当时你当下的一个变化 那也许回去之后你可以再加强一下 你认为哪边可以阴影再加强 你可以再加强 那当然除了就是我们在三支十门 有这么丰富的课程之外 另外我们在金山万里也是有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社会教育的课程 所以我们也非常欢迎就是有兴趣的民众 或者像我们的乐龄朋友 我们也有开了55岁以上的一些乐龄朋友的一些课程 那都非常欢迎他们能够来 就是参与我们的课程 然后大家一起来学习 佛谷山社大表示透过体验的课程 让想要报名的民众可以先有基本的认识与探索 此外社大的课程也从长辈的关怀 新住民关怀到环境的关怀都有 要透过课程内容协助学员们找到不同的兴趣 培养第一的专长与就业的能力 记者要评和三支采访报道